今年来在许多场合 我都看到了邓亚平的身影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 参与妇女体育两场议题 在2019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 为大家带来前瞻看点 即便如此忙碌 她还是硬秧来我家做客 这位在14年并懂生涯中 拿了18块世界金牌的女将 她参加了1992年和1996年两届奥运会 包揽了女子乒乓球项目的金牌 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今晚她带着同门师妹 以销球手法而获得世界冠军的 程鸿霞一同做客 让我们领列了世界冠军的坚强与柔软 我今天给亚平姐帮厨 你调荤的 然后我这个酥的 我加进去 这虾仁你也得切去吧 真配大了这个 你得因为在家喜欢每种菜系 我们家特杂 奶奶是广东人 哦 父亲是湖南人 母亲是江苏人 所以你看 然后我们呢 我又生在河南 因为我父母到了河南工作 确实砸了 是不是有点砸了 对对对 你们这能吃到一块都不容易 是吧 南北方我们通吃 对 我这虾仁啊 我就没有切得特别小 您这可以包包子吧 它得有点口感 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青岛人 就是看不了把虾仁剁成泥 是吧 就觉得那样就没有口感了 哦 你看红牙子肯定特别善于做饭 它比我善多 红牙大女子 河北人 您现在常在香港在哪 对 你自己做的时候是山长沙吗 喜欢做什么 我 我最拿手的 今儿全上来了 哈哈哈哈 混蛋 饺子 然后饺子呢 也还行 主要是看起来带馅的还行 然后呢就是糖醋排骨 无锡的糖醋排骨是无锡的有名的菜 对 所以也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糖醋小排 对 这个季节其实最好吃的是什么 鸡菜葫芦 哦 野生的这个鸡菜 哇 太鲜了 有小时候的味道 对啊 小的时候 会生活爱生活 对对对 来点生抽 然后盐放了糖 对 要放糖 炸一点像这样的这个 花椒油 拿那个花椒的那个油 搁在里面 会特别好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 我感觉有点淡 都说这个闻馅 我感觉有点淡 高手 我感觉有点淡 我是在找蚝油 生抽 蚝油吧 加蚝油也感觉可以了 对 然后来点那个鸡精 再来鸡精 今天这皮呢 稍微有点干 我感觉 稍微呢 咱们给它稍微来点水 因为这样的话呢 它就好包了 虾肉馄饨了 是吧 虾肉馄饨 虾肉馄饨了 对对对 然后没有那个什么 因为菜刚才切的不是很多 所以绿色的看得少了一点 哇 好漂亮 它这么漂亮 圆宝 这标准的南方包法 南方吧 我们家也这样包 是吧 对对对 说明南北方都爱圆宝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我小的时候啊 这个包这个馄饨啊 还真是给我姨学的 因为我姨比我妈能敢多了 我姨是包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行 我妈呢是家里老小 相对来讲呢 比这个姐姐呢 都差了很多 你是被呵护长大 对所以呢 好多东西呢 我是像我姨学的 我这个不太 这个是一个摔坏了的 摔坏了的圆宝 我第一次知道 人家那个词哪来的了 露馅吧 露馅了 对 我的馅一般放都比较多 吃我的馄饨 那就可有的吃了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 大馅 中国传统文化 你看 还原家的概念 这样子放来 大家一起来这包这个 这个手是这样 对然后呢 反过来 你是好 对对对 你看它不就坐住了吗 对对对 我这个稍微好一点啊 没有被毁容 那个 没有被毁容 主要这么好一点 主要是站姿的问题 起来 然后你看 然后向外翻 对 往外翻 然后这 对了 这个要给它翘起来 这个你哪里翘起来 你这 这儿 这个边没起来 它就不够 不够好看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看你再来 好 这个边给它翘起来 你还要翘起来 然后向外 向外 谁呀谁都无所谓了 对这都没有关系 你看 它这个边不就在这儿了吗 像坐在那儿的 你这个边不够 我这个边不够 我这个边小了 留小了这个边 我留的不够宽 其实我发现这里头 还有一个核心 就是你的馅儿 放多大 对也很重要 是的 你看就鼓了好看嘛 但是也好吃了 嗯 他们觉得我可以开个馄饨店 冠军馄店 对 嗯 金牌馄饨 来 来 来 蛮好的 哎呀 定量共用 定量共用 限量吧 限量吧 一人五个 多了没有 嗯 不让大厨自己扶着概念 我来 对 必须有意识感 好 好 有消息 嗯 好 定量共用啊 好 哇 哇 给它 哆嗦下去 多一点 不加汤了吗 加的吧 也是吃汤鬼的感觉 来 咱先把这个 好 行吗 没问题 哎 这个有六个 可以 哇 说实话 要不因为它放久了会坏 我真的不舍得吃 你准备收藏了 收藏起来 好吃 嗯 很鲜美 哇 哇 它多好吃的缺氧了 它需要去吸氧 哇 哎呀 烫啊 哈哈 嗯 真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吗 真好吃 真的真的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招牌馄饨 虾里头有肉 虾仁 嗯 嗯 油菜 如果用忌菜 更OK 哎呀 野忌菜更够好 野忌菜更够了 嗯 要加花椒油 加点这个白胡椒 花椒油够了 然后盐 好 盐 糖 适量 然后呢是姜 姜末 姜末 大家注意啊 炒糖材 这不是一般人能炒的 就放白砂糖吗 白糖就行 如果有红糖最好 因为是我们是糖醋排骨 要落着 红色它就更好看 明白 就我们经常吃到的什么糖醋 什么什么什么 是不是就是都得 哎 有这个 对 有这个工序 你看颜色出来了 嗯 哇 嗯 哇 好 因为这个排骨里头有水 好齐了 对 看一下啊 一会儿要浮 啊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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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好漂亮 颜色好一点 这是真的错呀 这是需要真功夫的 真错呀 真功夫 俩平时美食家 她是美食家 你看她的体型你就知道 你俩是师姐妹是吗 对 你是师妹 感变成师姐啊 对 我们俩就是张日岛的这个队 这个队员 相当于她就是师姐妹是吗 直接带我们俩的 那么就是真是同门 而且是张日岛离开乒乓球队最后一个学生 关门第四 关门第四了 而且红侠也是打萧球的 哦 防守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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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完全不要 我是进攻型的 还是防守型的 没想到亚萍姐生活中这么有烟火气 这双曾经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双手 做起饭来也是有板有眼 隔着屏幕我仿佛都闻到了糖醋排骨的香气 除去世界冠军的称号 她也是一位13岁男孩的妈妈 如今已经读初一的儿子 打乒乓球 刚刚三年 训练过程中 自然少不了妈妈的指点和帮助 我们先庆祝一个吧 庆祝一个吧 喝水庆祝一个 好 感谢这么美味的婚 感谢你们俩带着美军 客气了客气了 今天我看仅仅是一个及格 还可以 还可以 你这个对要求 对自己要求忒高了 儿子得大了 13 对 叫啥呀 林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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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什么寓意的吗 对 当时呢 这个她在法国出生的 所以呢 这个姓呢 没法改了是吧 那只能姓林了 然后汉呢 这个写 写了一个谐音 用她现在 字呢 是这个浩瀚大海的汉 浩瀚的 希望其实她有一个宽阔的胸环 因为男孩子 对 那么但是这个汉呢 又是汉族 汉人的这个汉 所以让她铭记这样的一个 我是一个汉人 我是一个中国人 铭呢 其实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名字的铭 铭记的铭 铭记的铭 其实小的时候呢 也各种学 什么学了跆拳道了 也学了什么羽毛球了 后来我觉得到了九岁时候呢 不能再这么东一下西一下去 一定要有一个专注了 对 那像这个时候 她又喜欢打篮球 又喜欢踢足球 我后来跟她认真地谈了一次 我就跟她分析 好听你分析 我就跟她认真分析 我说这个打篮球啊 我说不行 我说你这个条件不行 身高吗 对啊 身高 对啊 你篮球最低的 打个后卫的一米九 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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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九很正常 对吧 不可能它能长到一米九 我说那踢足球呢 足球这个事啊 你就算了 理解了 这块省略 我们明白了啊 明白了 然后所以跟她讲 我说你 你稍微练一练乒乓球呢 你可能就还不错 因为你有基因啊 因为我跟你爸 对啊 对啊 都有这个基因啊 她说是吗 我是啊 我说你要不是试试 这样又试试去 试试以后感觉还好 感觉还好 但是当然也稍微需要再逼她一下 但是她自己还是觉得还可以 所以呢 给她一些特殊的方法 因为孩子嘛 她其实她也喜欢我们想调动她的这种兴趣 人呢 其实都有天生的什么 好胜心 对 虽然她一开始球打得不打地 因为我们是干这个专业出身的 我就想调动她的积极性 想让她能够迅速能够赢人 能够赢球啊 赢球她就来劲了 你就得放水吧 就找了个特别不会叫她 不是这样 你放水也不行 给她要方法 这个什么方法呢 虎侠可能最清楚 你知道 打乒乓球以得分最快的是什么招数 抽 抽 一下就蹦一下 从一开始 发球 那也发球 发球得分 发球得分 对 我发球你接不住就赢一分 一场比赛 一共就发了这些球就得了这些分 对 是是是 所以后面小朋友一看 你发球呢 你发我先喝水去 你发我先喝水去 是这个意思 因为她发球好 她能赢的点分 都是靠她发球赢的 然后呢 因为她发球好 她能赢点人 因为她稍微弄一下 她也就能赢了 所以 让她练好发球 她就来劲了 就是感觉上 平常如果打两下 感觉别人弱嘛 但一打起比赛 你不一定了 因为你知道吗 都要发球的吗 对 哎呀我现在发现做父母啊 要会谋略 是 但是想发好球 特别特别难 对 所以从小抓她这个发球 其实也有这个道理 因为 你把最难的先 你觉得这个爱先拿下了 那首先来讲 她自己有自信了 明白 她觉得 我一到我发球这一轮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要拿分 所以她有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考虑 当然 因为发球本身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件事 所以呢 我 我有时候就在逼她 这儿就放了一框球 然后就是你 对着球台 那边没人 一个劲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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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枯燥的一件事 是啊 小孩用了多长时间 把这个枯燥的事情给翻过去 没 事实上来讲 她用了几年吧 一直其实她知道发球 对她来讲特别有用 但是她 进不下心来 她下心来来练发球 有一次呢 我就跟她讲 你知道我们发球 一个球台 这个球台 我们有很多个点 我们必须都得会发 而且随时能够出 不转 不转 侧旋 上旋 急球 要印在你的脑子里 要成为肌肉记忆 要成为自动化的 没错 下意识的 没错 下意识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她因为她老经常发自杀球 所以我那天逼了她一下 我说今天这么多的点 都不要再练了 不练 就练一个点 因为她是左撇子 她左手 就练个什么呢 她站在 侧身位发球 站在这个侧身位发球 就发直线这条长球 你明白吗 就发到直线 直线长球 那天 发了两个半小时 她不管她发屁 没事 你得练 你反正今天你必须都完成过 我完成任务 一名练球她哭过吗 哭 这还不哭 我听着我都想哭 哭也不行 哭也得练 哭还得练 就给我发到这个点上 发了哈 然后给她一块球板 你发到这个拍子上 要连续10个 叭叭叭叭叭 就你的精准性 不管你的压力有多大 而且随着越临近 比如越靠近10个的时候 你会越紧张 你的手开始发抖 那是 一抖就没了 爸爸B9哥失误了 重新来 对 你们的套路 我跟你讲 你们的套路 这个就是按国家队的这样的 一个套路在走的 汉明 我帮你发现了他们的套路 对 汉明 汉明现在在电视机前 已经泪流了 你们是怎么算责的 但是你知道吗 从那天练完以后 正好第二天给人打比赛 以前呢 几乎每一局里头 他必须发个一两个 两三个自杀球的 但自从那一天 发了这两个半小时 那天什么都没练 就了练这么一下 第二天比赛 一个自杀球没有 而且他把别人给赢了 从此信了 伴随着屋里浓浓的香气 大兵姐的看家菜 糖醋排骨隆重登场 虽然卖向上稍微深了一些 但味道依旧很低调 来 我们无稀糖醋小排 出锅了 哎 是干香的一个状态 嗯 等一下 对对对对 哇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放凉 当凉状态 对的 对的 凉和热都可以 其实 耶 还是很诱人道 现场没有薄荷叶 我搞了个薄荷叶的模仿秀 我 我试一下啊 行 行 好 走 走了 哎呀 哎呀 冠军小排 怎么样 你先拿上吧 来吧 今天的两道菜真的是 出现这个 特别优秀的 运动员的这个品质的就是 真功夫 不偷懒 真是不偷懒 主要从小就是 就学的这样 就这么 就是童子宫练的 就是不偷懒 你是有期待 想让孩子以后 就走专业道路吗 那倒不一定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在训练 磨练他的心智 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他是有目标性的 而且呢 他目标是很明确 比如说他的比赛 比赛是什么时候 那么你在倒排一下 你需要多少时间 练什么样的技术 你的计划和周密性 是非常强的 对的 那么你一旦你有了计划 你就要去很强去执行 就是又要训练你的执行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 锻炼一个孩子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有惰性的时候 你要让自己稍微坚持一下 他就养成一个去坚持 做任何事情 不那么容易放弃的 这么一种习惯 我觉得小灯是一个很严格 然后呢 其实他是很 对韩明 我觉得是温柔而坚定的 温柔而坚定 对 他不是他不会去 我觉得打骂孩子啊 绝对不会 但他是温柔而坚定 给你制定好这样的一个 目标计划 我知道了 帮助你去完成 支持你去完成 就是有任性 帮你想办法 有任性 但要自己去一步一步的去 接近目标完成 这个力量很强大 我听到这个真是高兴 我不行 我是那个 坚定而不温柔的 不是 温柔而不坚定的 温柔而不坚定 坚定而不温柔 特别多 就这两大群特别多 您是属于 我属于哪种呢 我属于 你说呢小灯 温柔有余 坚定不足 是吗 对 你们这个东西好闺蜜 这点评的都是金句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先不说 等他们情绪好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去说他们 把不好听的话 那个时候说 就是想告诉他们 应该怎样做 要求他们的话 那个时候说 情绪好的时候 特别对 因为那个时候你再掰扯 也掰扯不出来什么 真的 所以严禁家长对孩子说 不许哭 那绝对 可以的 你把感受的通道给他堵上了 以后他就不跟你谈他的感受了 那两个妈妈我觉得还都是 都是有道行的 有各自的育儿之道 都有道行 无数块金牌 无数次佳绩 铺就了邓雅萍人生的道路 但退下光环 他也只是一名普通的母亲 对孩子有着最平凡最朴素的期望 就像他现场分享给儿子的家书一样 无论未来的道路如何 妈妈都会陪着你走下去 汉明同学 四年前你下定决心开始练乒乓球 现在已经是北京二队的队员了 这很好 我知道 经常有人跟你说 有一个世界冠军的老妈当教练 你要再混不出来 可就说不过去了 他们都以为 我每天给你秘密特训 教你一些特别的绝招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 妈妈让你打球 不是要让你一定拿世界冠军的 妈妈真正想带给你的 其实是那种霸气 那种精神素质 无论遇到什么挑战 都敢打敢拼的抑制品质 想要成为伟大的运动员 就得通过这样的训练 因为专注于自己 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 当然 比起甩锅给人生 跟自己较真 是非常辛苦的 妈妈十岁的时候 在河南省队 打赢了所有同年龄的小伙伴 但是教练 还是把你老爷叫到了队里 要他把妈妈领回家 因为教练觉得妈妈太矮 没有任何培养的价值 这时候要甩锅给上天 太容易了 我如果跟自己说 我已经足够努力 也打出很好的成绩了 是上天 没给我一个好的身材 听起来也很合理对吗 但我不服 凭什么我就不能继续打球 我就是要证明我自己能行 妈妈当时真是对自己 鸡蛋里挑骨头 愣找也找不出自己的不足 憋足了劲 给自己较劲 在一个废弃的澡堂里 穿着沙衣 用着铁拍子 除了睡觉就是训练 没日没夜 情愿痛 也不要甩锅给人生 这样说起来 妈妈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了呢 情愿你吃苦 也要跟你说这些 实在没办法 比起要你别吃苦 妈妈更希望 在关键时刻你能赢 让妈妈和你一起欢呼 不过看你书球 我也很痛心 我会陪你一起总结 我们下次再来 爱你的妈妈 真好 真好 如果汉明三十岁的时候 再看这封信的时候 他应该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有的时候父母说的话 当时说的时候 是一个感觉 再过十年 十几年 二十年 回头再看的时候 不一样 是的 经历不一样 有眼泪 我看雅明杰眼就红了 一种爱吧 是什么样的爱 具体的说 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觉得是所有的父母 其实真的是 希望自己的孩子做得更好 是对孩子的期待 对孩子的期待 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希望他努力 每个人是否有天赋 或者是 是否能成功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实际上来讲 这个过程 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经历 对 要去努力 要去发愤 你去付出了 一定会有所收获 那么 这里的酸甜苦辣 你自己一定要去尝 所以我想 这就是所有天下父母 其实对孩子的那种深深的爱 甭管是严厉的教育他 还是说温柔的对待他 可能形式不同 但其实都是这份爱 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 当我拿到第一次世界冠军 我和乔宏我们两个人 16岁拿到第一次世界冠军 球刚一落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那个时候就是纯粹的高兴 然后走下这个球场 我们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们互相问了一句话 这就是世界冠军了吗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 小的时候的梦想都是要拿世界冠军 结果第一次参加士兵赛 我们就拿了冠军 然后等到我们再去领奖了 那个时候都是很纯粹的开心 但是从领奖台回去以后 坐上这个大巴车 回到饭店的时候 我那时候才16岁 我坐在这个车上的时候呢 开始开始哭 那个时候因为静下来了 反过分了 对 静下来了 然后开始这个 开始像过电影一样 过我这11年 我从5岁打球到16岁拿第一个世界冠军 11年所经历的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忍不住的开始流泪 最逗的时候呢 我当时你知道冒出来一个什么想法吗 说如果我有孩子 我绝对不让他打冰棒球 是吧 就是那个时候才16岁 那我觉得特别好玩 但是真的就是那个念头就出来了 真的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他很委屈 但是你看现在我仍然在要求他 或者是有的时候需要去逼一逼他 要去打这个球 其实我自己呢 我也深知 我那个时候16岁拿第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呢 就觉得哇我太苦了 我拿了才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孩子绝对不让他吃这份苦 但是那个时候是16岁 等到我到了现在这个岁数 可能30年过后了 反过从来 我觉得人生需要这个苦 人生需要让他有这样的一种历练 心智上的历练 身体上的历练 然后让他有 才能就是锻炼出更坚强的意志 所以我坚定的要让他打这个球 你想让他长大之后 能够独立的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能够在心里说的有霸气 对 更重要的是他 他吃过这个苦 他知道怎么样 通过吃苦的过程当中 能够找到努力过 成功了以后的那种欣慰 对自己的一种欣慰 肯定 然后那种自信 而不是我们给他的 听邓亚萍了解儿子满含热泪 当了母亲的我 越来越能够体会 为人父母 对于子女的深深的爱 赛场上的她 无疑是霸气的 果决的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但我想 每个女人都有她柔软的一面 闺蜜陈洪霞说 家人永远是邓亚萍内心最大的温柔与眷恋 给爸爸剃头 是 你看过这个照片吗 看过 这是给爸爸剃头 这个是 这是这么多的 杏 杏 这从哪来 你看过这个照片吗 那么老多干嘛 这是 自己摘的吧 摘的 这是在干什么呢 坐在这儿是空杏糊 对 因为那个杏 其实上摘下来以后 它不好保存 做杏价 做酱 对 所以需要赶紧给它款出来 完了呢 这样呢 把那个杏可以做做酱 然后 对 然后那个杏糊还可以 再给它弄出来 吃那个杏 真是给妈妈理发 是吧 好认真 你这个表情 特别剧情浑身 是吧 对 现在老两口的 发型都你包圆了呗 是 因为岁数年纪大了 就是这个父母 我父亲今年86岁 母亲82岁了 其实 他们出去 在脚头或什么 也挺不方便的 拿的 对 所以如果说在家里头 这个稍微给他们收拾收拾 其实也就行了 主要就是整理整理啊 这个用现在的话讲 就叫难得的亲子时光 就是你的父母亲 和他们的孩子的亲子时光 是 爸爸是你的第一任教练 是的 奇蒙教练 奇蒙教练 我父亲其实性格脾气 特别好的一个人 他一般极少发火 话也不是很多 但是呢 但是 特别有任性 落地有声 我跟你好像 是吧 我比我父亲更爆一点 在 但是如果要教一个 专业的东西 那他很认真 那极度的认真 对 你会小的时候 你会在他面前撒娇耍魂吗 那不行 那没有 不可以 那现在你是陪他们的时间 多不多 平常我们在一起生活 哦 住在一起 对对 我们在一起生活 对 所以从原来那个壮年 慢慢的自己的父母上岁数了 需要子女来照顾了 对 对这个时候就是 作为子女的这个心理状态 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我个人来说 有的时候如果好几年 没见过我妈 我第一次见面 就是隔两年 要见她之前 我都得攒攒劲的 因为我就会觉得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看到她的一眼说 哎呦她怎么一下矮了 哎呦她怎么老了 就是印象中 就是那样的一个母亲的 就壮年的形象 突然成这样子的时候 就 你心里就会 就感觉就被触动了 是 所以雅婷姐今天是 是比较那个感性一点的 就是 不出声感 对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眼泪是什么呢 其实老一辈对为我们 付出了非常多 嗯 因为这个岁数了 再加上 嗯 因为我父亲 以前身体非常好 嗯 但毕竟这个 真的是岁数不饶人 对啊 哎呦这句话 嗯 尤其是去年吧 应该是 去年 这个 连着摔了两脚 好在呢 好在呢 现在还恢复的不错啊 就现在还能 嗯 推着能走路 就是这个 有辅助车 辅助那样的那个 四个 四轮 四个轮那样的 嗯 我觉得还不错 恢复的都挺好的 但是你就看到 一个人 嗯 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 感悟的 嗯 包括这个 年纪大了以后 慢慢 父亲那时候 我记得小的时候 牙特别好 嗯 这个也特别爱吃 软骨 脆骨 脆骨 特别爱吃 现在 吃不了了 心疼 嗯 这就是人生吧 嗯 有心疼 还有一种 感慨 嗯 你是个那么好的妈妈 那么好的女儿 真的 是 那么好的妈妈 那么好的女儿 特别像是 那么好的冠军 真的 哎呀 我今天好高兴跟你 聊这些 这条儿 嗯 亚萍 因为她这么久 从来没见她为苦 为累 甚至输求 从来没哭过 嗯 嗯 就是说对父母 嗯 她就 在孩子父母 嗯 就会特别容易被那个 波动的一根心弦 我们曾经无数的壮志 就是 未愁觉得以前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很强大 嗯 但是随着这个岁月的这个流逝和前进 我们就发现 嗯 就是前进的路上 我们必须有很多的坑 和很多的悲伤在等着我们 我们都要去面对 所以一定要更加坚强 对 所以 嗯 这才是 16岁那个时候是觉得绝对不让孩子打球 到信到后来觉得要让他去打球吃这份苦 其实才发现 嗯 我们那个时候的苦 真的不算什么 嗯 人生很多需要你去 刚才说的 迈过的坎 面对的困难 嗯 所以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你真的 难得两位世界冠军做客我家 作为中国乒乓球第一位大满贯的女将 邓亚萍连续八年保持世界第一 是保持时间最长的乒乓球运动员 至今无人超越 有人更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 称为是邓亚萍时代 而坐在他旁边 总是腼腆微笑的陈虹侠 也凭借着萧球手法 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 达到世界排名第五的佳绩 难得的是今晚 他们两人都带着见证各自辉煌的奖牌 来到我家 可以摸这个牌 可以 我就不客气 对 这个是全国体育竞赛优胜奖1996年 这是金牌了第一名 对 单打第一名 这对我来说是第一个全国单打冠军 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很重大 为什么 赢了谁啊 当时冠亚军是和王南争的冠亚军 就是赢了王南呗 对 是的 好不得了 而且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乒乓球太强了对吧 就在国内拿了第一 看他 拿全球第一指日可待 你反过来讲 拿全国冠军比拿世界冠军很难 对 这个牌是97年的 嗯 这你开始收获国际金牌了 对 这是在法国的市井赛是吧 是的 一个世界巡回在法国站 世界巡回 当年的时候我的世界排名 到了第五名世界排名 所以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厉害 对 那是你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 世界排名第五是最高的 最高的 对 来下两块牌啊 对 一块是92年的 一块是96年的 对杨琳姐来讲 啊 今天来着仓促随便拿了两块 哈哈哈 不会的不会的 这不是这个杨琳姐的厨师方式 我一看这个我都已经跟我的故事连上了 92年我上大学 96年我大学毕业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呢 其实奥运会是最高的荣誉了 嗯 这是奥运会的手筋 对 巴塞罗那的时候呢 我拿了两个金牌 一个是双打 一个是单打 嗯 嗯 双打是跟乔红 单打呢是我当时最后是赢了乔红 哈哈哈 哎呦 我们两个人 哈哈哈 对 这怎么话说的 哈哈哈 对 我们俩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 啊 就是我们俩又是搭档又是对手 96年 对 96年这是亚特兰大奥运会 对 嗯 亚特兰大奥运会呢 因为意味着呢 这是蝉联 这是四年 最关键还有一个含金量就在于蝉联 对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 有没有就是你听到过一些好朋友 真的就是有那种周瑜的心态 即生量和生鱼是吧 对 就是 我为什么跟他生在一个年代 和你生在一个年代 我 我好后悔 哈哈哈 真的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达到过世界巅峰之后 然后再慢慢的退役回归这个平常人的生活 嗯 有过失落感吗 其实我 我觉得我那时候特别渴望回归 特别渴望回归 因为一路一直在拼 然后那个时候从小 当然其实比较小就成名了 十三岁拿的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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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岁拿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然后十八岁拿的第一个单打的世界冠军 嗯 然后就开始世界排名第一哈 然后 十九岁拿的奥运会金牌 然后蝉联 然后整个那个时代 基本上就是 零时代 是的 然后所以 等到退役以后 其实特别希望回归于一个普通人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可以说到哪儿都认识 对 然后呢 大家都是给予特别好美好的这种 语言 我的教练啊 嗯 对我要求非常非常严格 想飘没敢飘 就是你刚一飘他就给你 嗯 就是想飘没敢飘 没飘起来 1997年 年仅24岁的邓亚萍正式宣布退役 随后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 用了十一年的时间 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用求学路上的拼搏奋斗 讲述了一个世界冠军求学的悬两岁月 一开始学英文的时候 确实是也找不到很好的方法 而且那个时候呢 又对学习 没有其实一种自己的一种学习方法 因为我们从小打球 打球 我知道该怎么样去训练 我知道怎么样去做比赛的准备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学习 对我来讲是最适合我的一种学习方法 嗯 我也试图用我自己的以前训练的一些方法 拿到来去用 用在这个学习英文上 我觉得效果都不是很好 看不懂接着看 看不懂还看 不是还是不懂吗 怎么看也不懂 然后越看越困 对我就在想 这也太难困了 太困了 睡着了 我看两下就睡着了 真的是 越看越困 然后导致的时候 不行自己还得坚持 坚持再看 再看以后呢 发现效果很差 就读了到后边前面全忘了 还不知道那是前面 还穿罚了 还都不知道读了什么 那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怎么办 后来就是累了就睡觉 睡一会儿 爬起来再接着读 反而效果还比原来那个要强 所以发现有些东西呢 有时候可以照搬 有时候不能照搬 就是任性和方法要兼顾的 要根据这个情况 其实从当运动员到当学生 是跨界 但是他好多的所谓的打法 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后来这个英语 就彻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是在什么时候啊 97年退役了 那么去了清华读书 但同时呢 也被这个中国奥舞会 推荐到国际奥舞会 推荐到国际奥舞会 最后呢 由萨姆兰奇主席呢 任命成为国际奥舞会的 这个运动员委员的委员 事实上来讲呢 马上就给我了一个 什么压力呢 国际奥舞会的官方语言 有两种 一种是英语 一种是法语 原则上来讲 是不允许带翻译区的 因为你是工作 你工作还带个翻译区 那是不合适的 所以第一次去开会的时候 就特别受刺激 去了那以后呢 也不懂 也不懂规则 也不懂这个语言 然后呢 包括意识方法 通通都不懂 因为就是一个运动员嘛 然后那么多的运动员 我们这里头 其实也没多少人 就十多个 但都是顶尖的 世界 都是呱呱叫的 这些一个顶尖的运动员 你知道运动员有时候很直 哎 然后直来直去的 我还更感觉自己 不行啊这个 特别受刺激 然后翻你在旁边吧 它总是慢半盘 你又不是同传 它是旁边翻 当有这个议题了 你还想 上一个什么来的 你想说几句的时候 你发现议题换了 换下一个了 过站了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经历以后啊 后来就觉得这种学法啊 就是按部就班的 学法肯定不行了 应该要超常规的一种学法 谈个这个外国男朋友 哎对了 你这是说的对 啊 不不不 这跟我没关系啊 哈哈哈哈 我是要爆猛料了吗 难道是 是语言环境打造 对啊 后来我没有多久吧 在清华学里段时间以后 当时呢清华老师 就给我联系到了 这个剑桥的一个语言中心 去去学英文 觉得在那呢 因为语言环境更好一点 所以呢 可能会更快一些 所以一下就给我扔到英国去了啊 住在一个英国人家里头 然后自己去去上学 骑个自行车 在剑桥去上学啊 就是就是这样子 一开始去上上学的时候呢 整个真的也不大听得懂 老师说什么 反正老师在黑板上写什么 我照抄一遍啊 照抄完了以后呢 下来 然后回家 我查翻译 对啊那个 你叫电子电子词典 快一通 快一通 对的快一通 嘎嘎开始 你现在在说什么 老师在说什么 开始在说 后来上面发现 老师写了个放假 然后那时候呢 基本上每天放学了以后 同学们有的都出去玩了 或者回去了吧 我就会在学校里头呢 待到他最后 他最后学校关门 我就会到他那个语音室 戴上他那个耳机 然后他有很多的故事啊 他就对着书 然后讨讨讨讨讨讨论这个故事 然后一边睡一边看 然后在那听 就尽可能听 因为我那时候 特别特别羡慕啊 特别羡慕我那个同学 他能够听得懂 净里咕噜的啊 对 能够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 然后还能跟老师交流 对 然后哎呀 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 好羡慕他们 但后来挺快的 在那儿学了三个月以后 开始交流啊 这些东西 开始就可以开始了 胆又大 反正也不怕丑 反正是 感情 有多少拽都是出去 对 管他对不对 先让听懂再说 对 先操练起来再说 对 包括你知道 我一开始住在这个 一个英国的这个家里啊 才在一个星期 才这样吃一次鸡 然后呢 平常都是 就意大利面啊 披萨啊 很简单的 就很简单的这样子 我们就觉得 就就 我是觉得还挺好的呢 因为就不懂嘛 等到能够同学交流的时候 同学那些住在家里 这可好了 然后呢 说再去超市去买东西 你才发现 那鸡是最便宜的 你知道吗 哎真的 这个坎翻过去了 你回头再看 全是开心 要是坎没翻过去 一直是灾难 是 你说是不是 一直是灾难 一直在那儿煎啊 然后你说 过来了 哎呀笑看当年 在剑桥留学期间 还怀了汉明 嗯 是 然后你就修学了吗 没有 因为正好在读博士嘛 嗯 所以说 博士相对来讲呢 因为 是你需要看大量的书 去做研究 然后呢 是写东西 呃 自由的时间是有的 那真的是最好的胎教啊 哈哈 然后需要见导师的时候 你要跟导师导师约 然后导师来指导你看看 你到做了哪些 然后需要再去做哪些 哇是这么说呀 对 都有比较自由的时间哈 等等 但毕竟还是第一次怀孕 对 我觉得那你家里人 比如老公会不会说 算了算了 我们先休学一年 然后回头再续上 我觉得有可能会这样去建议 没有 这个其实这是最好的胎教了吧 因为你正好在读大量的书嘛 在做这样的研究 嗯 而且呢 我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过程当中 就读博士这段时间 相对还是比较悠闲的 嗯 真的比较悠闲的 嗯 所以你是不是就是骄傲的 撅着大肚子 哈哈哈 在剑桥的校园里漫步 可能还会 吟上两句 徐志摩的诗 在别刚巧 哈哈哈 后来就是顺道 让那个汉明就生在了法国 对 顺道 当时我先生在法国打球 哦 在法国打俱乐部 那我在剑桥留学 那么他呢 是定 他是俱乐部比赛完了以后 他就过来 嗯 那平常他需要打球的时候 他就回去 嗯 这样子 那么因为这个生孩子嘛 这件事儿 你都希望父母是在一起嘛 爸爸一定要在旁边嘛 所以当时呢 就去到了法国 还真是顺道 哈哈哈 去到了法国 然后 当然 我们已经是辟谣了哈 但是呢 其实当时好多人就觉得 在那生的孩子就是法国人 其实不是这样 嗯 所以他根本不是 他就是拿的中国护照 嗯 从你退了一到 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用了十一年时间啊 对 就真的 就永远都是在说 那三个字啊 不偷懒 不认输 六个字吧 不偷懒 不认输 不偷懒 是肯定的 嗯 不认输呢 是逼出来的 哈哈哈 也许是苦自己带来的 但是因为 嗯 老是遇到很多的这种 不认可 不认同 所以把这个劲呢 一下子给激发出来了 嗯 给激发出来 所以让自己非常的 不认输 不认输